Coco Coco 上個禮拜告訴我是 上古中線的節目 我看那麼爛的節目 兩個禮拜都沒有看好你了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的聲音聽起來你們應該都知道 但是呢 我平常在裝扮上班 跟人家交際 我都是這樣子出現 甚至我睡覺睡到一半 我肚子餓的時候 我還是 起來妝稍微補一下 然後整理自己的頭髮 然後我就穿著睡衣 然後跑到樓下 對面的那個麵包店去買麵包 那像一般我覺得 可能很多人 穿上女孩子的衣服之後 他們出門絕對是 自己開車 坐計程車 或是躲在家裡不出門 那我不一樣 我很喜歡讓人家看 我可以穿這樣去西門町逛大街 可以去搭飛機 可以到芬浦去買漂亮 我覺得很多人的眼光 對我們 突然不知道講什麼怎麼辦 其實呢 那天我在西門町 碰到一個情況 我下班跟同事 我們跑到別家舞廳去玩 那出來的時候 可能因為 在裡面跳舞啊 流汗啊 可能妝會有點脫掉 那反正晚上嘛 又要回家 呃 女人也有懶的時候啦 對啦 也有懶得服裝的時候 那突然我們就看到 一群男孩子 對我們兩個講說 打排球喔 那你知道 我給他回答是什麼嗎 我給他的回答是 現在進步流行打排球 我們都打撞球 我覺得對於 每個人的眼光 在路上也好 不管在哪裡也好 我覺得做自己最重要 不要去猜測自己的性別 想怎麼樣就怎麼樣 不要去懷疑自己 到底做過什麼事情 做了就不要後悔 我是這樣覺得 那我不知道各位 呃 現場 現場穿褲子的人 有沒有 反串上街過 對 我可能說太快了 你拜託我吐槽好不好 都沒準備耶 其實我覺得啦 應該是這樣說 你們對於路上人的眼光 是怎麼樣 我覺得 因為他們看我穿那個 因為他們看我穿這個 男... 對 男生穿比較多的這個 衬衫啊 淋淡啊 這些 還有西裝啊 好像都是微笑啊 很愉快啊 男的也就是這樣 比較多啦 所以 我就覺得穿得沒什麼 所以偶爾會 會在上街 然後會覺得明天很喜歡 對啊 就像你講喜歡嘛 就 應該就可以 民主社會 民主社會 對不對 那我就不知道這樣算會發信 但是幫你們付 而且我們只有三人 那我覺得說很多事情吧 有的人看到你的反應 會嚇一跳 或是 哇 好漂亮 我老婆的身材都沒那麼好 那 我是覺得說也不要說刻意去 保持自己 就是餓自己 把自己餓壞了就不好 現在 我們這樣子 我們只要覺得 自己活得高興 自己活得快樂 勇敢走路自己 不要去在乎別人的眼光 在乎 在乎又怎麼樣 搞不好改天他孫子他兒子也是這樣怎麼辦 對不對 那我是覺得說 什麼都不用說 高興就好 我這樣子在捷運跟人家吵架 也有吵過 對不對 我覺得說一定要坐計程車嘛 這樣子的人就一定特別有錢嘛 出門都坐計程車嘛 你乾脆開飛機算 我們也是有搭公車搭捷運的權利 不用去管人家 說什麼說什麼說什麼 在我還沒接觸第三性公關這個工作的時候 我也是在一般大的工作 那 說到我們老闆就很奇怪 他是一個 民航機的駕駛員 他也不是有什麼特殊癖好 可是不管我什麼樣子去上班的時候 他就是喜歡把我抱著 那他們也知道 也是到工作能力讓他很肯定的時候 我就乾脆女裝去上班 也不用怕 我們家客人也是問啊 那我這個人就是那種 要說就大家說嘛 對啊 那種一邊擺乾水可以講四個鐘頭 然後結果一滴水都還沒味道 對 那我是覺得說 我跟我大姐做了一個UBO姐妹田地的網站 我們不是要 讓大家只是只有聊聊天 看看東西 我們想做的是呢 搞不好改天我們包個幾台遊覽車去環島 也不用在乎別人的眼光 當一個人在路上被指指點點的時候 可能自己會害怕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說 四台遊覽車兩百個人就好 如果兩百個人跑到宜蘭去 到底誰的視力比較好 對啊 你可以這樣說啊 我也曾經被人家說 啊 你是死妹子 你是同性戀 結果我給她的反應就是尖叫 哇 你是異性戀 不用在乎別人說 你家要避免靠樂的高興就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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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生們講的也跟 我是如果是非跨性別的話 那你問我 我是什麼性別 那我就說是不是 那 畢竟我也 比較喜歡就是 跳脫那種 刻板性別角色的角度來看自己 還有看別人的性別 就是搞到 對 也可以跟你講 就是說 我是女性 可是像我剛才跟長大 我也覺得是穿 那男人穿比較多的衣服 上 上去叫什麼 那我不認為我用的是男人的衣服啊 因為 事實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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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 我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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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